时光亲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杨将,婆媳最好的相处方式就一个字 记住你就赢了 杨将曾说过 人这一辈子,少管,少说 就是福 管闲事出力不讨好 说闲话,必招惹是非 管好自己的事 反省自己的错 不给别人添堵,不给自己惹祸 在人际交往,尤其是婆媳关系的处理上 尊重和留白 是维系和谐的不二法门 古语有云 贫来则亲疏 久居则生艳 这不仅仅是人际交往的警示横延 更是婆媳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哲理 当两颗心靠得太近 细微的瑕疵 也会被无限地放大 只致彼此厌倦 因此 在婆媳之间 适度的距离如同精心培育的花园 让美得以绽放 而物理与心理的界限 则是这花园不可或缺的礼巴 相信不少人都是选择和婆婆分开住的吧 如果没有 你有没有感觉和婆婆相处起来 矛盾会更多一点呢 古语有云 尽则生戏 久居生艳 人际过密 瑕疵必先 护厌难免 婆媳间尤其如此 需适度距离以为美 界定空间 乃和谐之道 张阿姨与儿媳小丽 便是这众多家庭中的一对典型代表 结婚之初 两个人因对新生活的共同憧憬 而紧紧相连 彼此间充满了理解和包容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活习惯的差异 育儿观念的碰撞 以及偶尔的误会与误解 逐渐让他们之间 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张阿姨一开始觉得 小丽过于追求自由和独立 忽略了家庭的传统与规矩 而小丽则觉得张阿姨的过分关心 又是成了一种束缚 让她感到十分的窒息 渐渐的 家庭中大小的矛盾 也就产生了 其实 婆媳分开住 基本能够解决 至少百分之九十的矛盾 因为 女主人只有一个 婆婆和儿媳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全靠丈夫这个中间人支撑 两代人之间必然习惯不同 活法迥异 保持适当的距离 就是解决婆媳关系的关键 二 少期待 多释然 是通往婆媳和谐之路的钥匙 古语云 婆媳非母女 情深自有别 诚然 婆媳之间 虽能共融一世 共享天伦 但那份血脉相连 心灵相依的亲密 终究难以 与亲生母女相提并论 正如 生育之痛 婆婆或许更关注新生命的性别 而母亲则满心满眼 揭示女儿的安慰 儿媳若以母女之情 继续婆婆 往往收获的是现实的落差与失望 赠予的衣物 美食 或许换不来一句感激 反天几分挑剔 病床前的悉心照顾 也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甚至引发误会 照看孩子 婆婆认为自己老了 带不好孩子 孩子就应该父母来带 因此 我们应当明了 真心虽贵 未必能换得同等的回应 全力以赴 也不一定收获理解 与感激 所以 我们要学会降低期待 把婆婆认为值得尊敬的长者 以平和之心相待 方能不亲 不疏离 寻得相处的舒适与长久 三 私事少插手 多尊重 是婆媳相处的黄金法则 古人云亲而有见 何而不同 婆媳之间 即便情感在身 也应保持一份客气与界限 家庭是情感的港湾 亦是个人空间的领地 婆婆的家是她的王国 你的小家 则是你们夫妻的避风港 对于婆家的私事 不妨采取非情没入的态度 既不主动打探 也不轻易干涉 当公婆面临抉择 若非直接关涉你 便让他们自主决定 你的沉默 有时候比任何建议 都更为得体 至于钱财之事 更是敏感低带 更应保持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与误会 婆媳之间 保有分寸感和边界感 不是冷漠疏离 而是经营关系的智慧 蔡根坛所言 处事不必邀功 无过便是功 与人不求感德 无怨便是德 身为儿媳既是客人 也是晚辈 多做多错 过分热心 最后尴尬的 只有自己 立场明确 说好边界 学会置身事外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很多人觉得 大家都已经成为一家人了 就不必在乎这呢 其实不然 婆婆是婆婆 儿媳是儿媳 两个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但是彼此的生活依然是独立的 最好的婆媳关系是客客气气 多一份理解与宽容 少一份计较与争执 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婆媳关系 不期待过高 更不要用亲情去绑架 过好自己的日子 过好自己的家庭 彼此安生便是最好的结果 因为最终 关系的好坏 并不在于血缘 而在于心态与包容 大多数的婆媳关系里 婆婆想要长辈的姿态 儿媳想要女主人的位置 婚姻里的边界感 就是分清楚 哪些是自己的事 哪些是对方的事 自己的事自己负责 把婆婆当成普通老人 感恩她的每一份付出 不苛求她像妈妈一样 对待自己 在婆媳关系中 每个人都要保持清醒 婆媳之间 不要对彼此 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要理所当然的 想把她当成亲人 在生活当中自我反省的时候 媳妇要想你的婆婆不是妈 婆婆要想你的媳妇 不是女儿 先把关系剥离开 这样说话做事情 就可以避免很多矛盾 相敬如宾的意思就是 客客气气 就是要保持距离 记得有一本书上曾提到 婆媳关系 本质上是婚姻的附属产物 两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 只有利益上的牵扯 婆婆既不是亲生母亲 也不是敌人 要处理好婆媳关系 就是先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摆正自己的位置 多一点体谅与包容 多一点感恩和理解 人想通了 事就顺了 家庭也就更加的和谐了 作为儿媳 即使家庭的成员 也是独立的个体 保持适当的距离与尊重 方能在婆媳关系中 游刃有余 避免不必要的尴尬与冲突 总之 婆媳相处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场修行 她要求我们学会在亲密 与独立之间找到平衡 在急于与期待之间把握分寸 通过保持适度的距离 降低内心的期待 尊重彼此的私事 我们方能在婆媳关系的舞台上 演绎出和谐共生的美好篇章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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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